那我們今天下午這一場是這個落實神檢分令 重新檢視檢察官的權力 那當然這個檢察官呢 作為廣義司法的議法 那當然是在司法改革的這個議題裡面 當然對於這個檢察官的議題 也是我們不可以忽視的一個誇張 那當然就說 當然這幾年來 包含說1月1號李檢察官才剛歸進 那之前是特徵組 那特徵組在這個立法院呢 事實上修改了這個法律之法 廢阻的特徵組 那從特徵組的相關的 人說大概接近快 9年多快10年的一個運作 那為什麼最後會變成是 就是要走上廢除的一個命運 其實也有比較多的討論 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這樣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其實也紛紛擾不擾啊 那所以我們也認為說 當然檢察官的這個議題 既然是司法改革的議題 不能夠忽視的一個課題的時候 當然有這也有這個義務 必須要來談一下這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呢 當然剛剛這個理法官還在跟我開玩笑說 怎麼每次都是找他來看檢察官的 但是我必須講說在法官 如果以法官的角度來看檢察官的話 大概我們台灣找不出第二個 可以像這個理法官這麼有研究這個檢察官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下午的引言人就是李莫娥林法官 那李莫娥林法官現在在台灣高等法院當高本院 擔任法官 那事實上他對於這個檢察官的研究已經很久了 那他也一直參與民間市改會的檢察官的小組的運作 所以一直有在討論關於這個 尤其他教了非常多的各國的一個法治 對於到台灣的檢察官的這個議題部分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改革 可以真正對於我們的治法改革有幫助 我想他無初其誘 我在台灣大概就法官來講 他大概是第一法 那當然今天我們幾位其實都實務界 那一樣是有省檢辯 那我們另外一位允潭 抱歉 我們三位允潭 那第一位允潭就是這個李莫娥林法官 那他現在就是之前在特徵組 他現在已經歸檢現在在高本檢 對對對 那另外這是我們曾崇岩 陳律師 他之前也是這個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 那他對於這個德國的檢察官制度非常有研究 那他也雖然下來當律師了 但是對於檢察官的使命 他其實一直都非常的 對都認為說希望能夠塑造一個檢察官的一個很好 所以這個是他的即使下來當律師 他也是對這個非常有使命感 一樣對於檢察官的一個制度的塑造 他其實有很有想法 那另外一位就是琳達 林檢察官 他也是現在在台北議員檢察官 所以我們今天的都是實務界 那林檢察官 他我剛剛才讀到他的一本 因為他2016年10月 他才完成了他一個博士論文 那這個博士論文也是 那我也拜讀了他的這個博士論文 那基本上我也引用他這個作為我這個開場的一個結語 他認為台灣目前為止 檢察官他認為大概是三大方面項 大概是要做一個改革 一個當然就是檢察官獨立的問題 他用獨立我比較用中立 那當然這個是這幾年來 是不是備受私益的這個 關於是不是政治干預太強的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檢察官獨立的問題 那第二個議題就是是不是濫權 這個濫權當然包含濫權起訴 有濫權不起訴 就是說是不是有包庇的一個狀況 第三個問題就是效率 就是他的 比如說檢察官是不是有怠惰 有時候有一些民眾的一些權益上面的問題 那檢察官怠惰就是放著 然後不處理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認為說大概就是 要從這三個面向來理解台灣檢察官的問題 所以之前才拜讀他的一個 我是沒有 還沒有讀完 不過我想在座今天影言跟語談 都是非常優秀的 台灣的實務工作者 那對於檢察官的相關的議題也非常的有研究 所以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先由這個 李莫瑪和林法官來議題了 那因為他有準備這個簡報 所以我們是請務 我們就在下面 那我們是林法官請 紙編哲 有機會意識到 進去 那個主持 各位的議談人 以及在座的人 相信大家 讀完 很容易 沒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分享 提舉 那個去過法院或者是對法院大概有點了解的人 大概會注意到點 比如說 我們聽到法庭的呈現 法庭的這些角色 這些人物裡面 這個最晚出現的一位也就是建法官 那嚴格來講 同人類歷史來談宅官 宅官在法庭出現時大概 什麼樣子 大概兩百多年 那所以對於宅官這個 從人類歷史這麼長遠的角度來看的話 到底宅官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一支 不要說台灣全世界各國都還在摸什麼支 怎麼樣是一個最影響 那我今天這個報告 基本上我不敢說 剛剛那個主持人沒有戰友 我是有一些想法 那說我很有研究不敢當 那有一些東西今天只是提出來 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那我們台灣要走上一個健全的民主法制社會 假官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這個大概是先跟各位做這樣一個說明 那關於假官這個角色 這幾十年台灣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假官的權限會大的大 那不要說民眾很怕 連我們法官奉公所好 不是貪圖 奉公所好 都會被起訴犧牲 你雖然也是判無罪 那個就是周刊書法 所以我們台灣的假官的權限 不敢說是對的 權限最大 可是在全世界來講也算是相當大的 那很多問題值得大家來深思 那這個首先第一個是我寫了一篇投書 這個題目叫做行政簽結中影案 那檢察官精神去檢驗嘛 這個就是在講那個國民黨的三中案 那這個案子當時我有告發 我是告發案之一 那這個案子就是要用行政簽結的方式處理掉 那我們現在不談那個結論這不對 我今天談的重點就是說 行政簽結基本上我們法律是沒有明文的 那通常是被用來處理難訴難告 違罪發展之外 那可是他可以用來作為行政簽結中影案 這樣一個模式方式嗎 這是請出來的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 多久了 兩三年前 這個太陽花學運 有一個很主要的人物叫衛陽 夾官說他是公在行政院的守謀 把他申請向台北洋法院申請羈押 那結果啊 當時申請羈押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夾官跑到我們法官論壇 那時候也在台北洋法院服務 跑到夾官論壇呢 叫我們法院要發揮起盜頭有氣 他的意思就是應該把這個申壓駁回 那這個案子 最後台北洋法院申請回 就是請回啦 讓那個衛陽請回 請回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可能連積壓室友都沒有 甚至他連那個犯罪協議重大 有沒有都是個問題 那可是夾官還是把他申壓了 好 我們這樣不管 那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衛陽被認為是什麼 是手磨 所以被申壓 那各位應該知道 進去工藏行政院的人 學生很多嘛 手磨被申壓 其他的人都被夾官給交保 用兩萬元三萬元交保 或者是請回 或者是限制住居 那不管是限制住居 或者是交保 這都是對什麼 對人民的財產有 或者人人是有一個限制 那手磨被古堡請回 那反而是那個 被認為是比較次要角色的 反而被申壓官先制出境 那這個就是告訴我們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說這個申壓官到底可不可以做 交保先制出境 這是不是一個值得討論理務 這是第二比較體的 那這個這幾年來 檢壓權被認為有一些問題 大概面外監督制衡機制不足 那我只能說這可能是社會的觀感 不敢說我一定是結論 那第一個 就很多人會提到 檢壓官當統治者的工具 第二個 濫權追損 那很多人都在講濫行起訴 其實我不會太怪檢壓官起訴這個 我會比較責怪的是濫行善夫這個問題 那有一些其實不是我自己講的 現在提出說行程檢查不罷補財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檢壓官自己說的 第三個就是什麼 辦案帶責包庇等等的問題 那我中間打個槽 因為我的獎勵蠻多的 那我只有25公司給我 所以我會講得很快 那各位所長有簡報 那我因為那個 本來是只有一個人 那本來是一開始都兩個人來報告 那我就準備得比較少 那後來發現變成一個人 所以我就補了一些東西 所以有一些東西各位的獎勵上沒有 那我就把時間花在那個地方來講 那這些有書面的各位就自己看過去 那接著我們來談 那其實談截治檢查權 涉及三大法律理工人 第一個就是主持法 第二個是身份法 第三個就是作用法 那主持法呢 我們主張認為應該要仿效日本韓國法治 把檢查署去法院化 要制定檢查署主持法 那這個立法院已經提出草案 那我們劉委員在場 希望劉委員他們可以加油 搞不好把這個法院通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身份法 身份法呢 我們目前 夾官是准用法官法 那他講的准用主要理由是來自於說 德國也是這麼做 然後我等一下要跟各位提出 就是其實德國不是這樣做 那是對於德國法官法的錯誤的理解跟詮釋 第三個就談作用法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提到的可能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這個國家長期以來 把假官定位為御審法官 所以賦予他很多的權限 那其實這個是必須要重新檢視並且修法解決的 那首先關於談德國法官 他原則上其實他是不適用法官法 那我把這個條文引給各位看 基本上德國法官法 關於假官的規定只有一條 他的規定呢 主要是在准用類似 准用他們的第十條 還有第四十一條 第十條是針對什麼 針對終生子這個任命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的假官其實本來也是終生子任命 所以德國法官法基本上原則上是不准用到假官的 只有這兩條是有准用的 那他的准用怎麼去看這兩條呢 這一條呢 基本上他把它規定在過度以最後條款 那他用這一條在講假官的准用 那接著123條他提到律師懲戒法庭的主權 那這兩條並列前後 這意味著是什麼呢 德國他是把 他們是比較忙在談懲戒這件事情 那我引用那個律師懲戒法官的說法 他們為什麼要用122條規定假官的資格 是因為他們要求必須具備法官的任用資格來做規定 也就是說另外也用同一套懲戒法庭 但不因為這樣就具有司法官身分 他們還是行政權下的公務員 受上級長官命令的約束 那這個是德國法的一個理解跟詮釋 那我們台灣呢 各位去辦一下我們的法官法 假官的准用規定一大堆 好康的他們都准用 對他們約束的他們都不准用 所以我們必須去修改法官法 把檢察官的部分另外定一個檢察官法 這是剛剛補充剛剛說的 再來講到我們這裡的一個重點就是 檢察官到底是預審法官嗎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整個法制的嚴格 各位知道以前檢察官只要看把這個被告傳過來 覺得他犯對協議重大 自己開壓跳就可以把這個被告傳擠壓 所以以前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期 選舉的時候他會打擊政敵 他就假官就去偵辦 偵辦之後甚至也會被擠壓 擠壓之後當然會被他的選舉照明一下 直到這個4日392號才說 檢察官擁有擠壓權是違憲 那這一號解釋啊 當時有開過那個 現在叫做什麼 就是說明還是什麼學者專家會議 當時的法務部是由馬英九部長 部長是馬英九先生 他領軍他們主張 這就是他們的說明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的檢察官具有預審法官的性質 不能說他沒有擠壓權 可是這樣一個說法被大法官說 這個就是被大法官也不認定 不認同 這裡解釋提到說 檢察官雖然具有外國預審法官的色彩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都已經陸續廢止了 那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在以往的法治上 檢察官具有預審法官的性格 就認為檢察官具有積壓被告的權限 那這一號解釋還特別是提到 憲法是在變動的 那必須要從整體的法治序為價值的判斷 然後並藉這個價值去做一個決定 所以最後就把檢察官的積壓權權撥走了 那回到憲法的基本要求就是 我們是一個現任民主的國家 強調什麼 權力分立 那權力分立套用在檢察體系 在我們的司法檢察體系就是審檢分立 那就是強調彼此的分立跟制衡 從人類歷史創造檢察官 目的是為了什麼 制衡法官監督警察 那賈官可以去監督警察跟法官 那誰來監督賈官 賈官不能說他可以監督別人 他不被人家監督嗎 那這就是權力分解基本思維 那要怎麼監督制衡賈官 這就是我這裡要提的 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賈官角色原本帶有什麼 預審法官的角色 那預審法官的角色 所以我們的法治就賦以賈官強制主問權 那我們當時為什麼做這樣的設計 其實在當時 我們是全世界算是最進步的地方 當時是有一個德國的 一個日本的鋼田草太郎 當作清朝的法力顧問 他在他的建議之下 我們不採 那時候是法國 德國 日本 都是所採取的所謂的 他把偵查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一般偵查 然後一個叫預審 這一個這樣分為兩階段的做法 被那個鋼田草太郎認為是沒有效率的 是弱的 那這一個制度 在目前日本跟德國都已經廢棄了 沒有預審法官這個角色 可是法國還是存在的 那這個就是法國的前總統 沙克吉曾經被他們的夾官偵辦 那後來那種犯罪協議中套 最後是預審法官借入來處理 這是當年的報警 好這個各位了解就好 好以下就是在提剛 在我們那時候清朝 剛才曹太朗他的壁牌綜藝 就認為法國這套預審法官的制度是弱的 那當時的大清帝國的修訂法令大臣沈家本 也參照這樣一個意志 所以就把我們的檢察官 就一開始就設定是預審法官的角色 那後來德國日本都陸續廢除 預審法官的制度來看的話 我們台灣是香港要我們算是進步的立法 那可是我們會不會因為這樣 我們這一套1928年 由國民政府公布事情的行政書用法 一直沿用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已經留下很多法治的殘缺 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就是我們這裡要去談的 這個就是還是要回到一個根本的精神 就是要防止暗用權益 就必須用權利來約束權利 那誰來約束夾官的權利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我們從4-3922號之後開始 夾官很多的強制處問權陸續被剝奪 從1997年的積壓權 2001年的搜索權 20014年的通訊監察權 以及到去年通過的關於扣押權的剝奪 這個都是讓夾官的運作陸續回到法治的殘管 那目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就是什麼 夾官還有的強制處問權 就是說到底夾官可不可以居體 聚保責務限制住居或者身體檢查等等 我沒有說一定要廢除 只是說我們必須去思考 這些權限賦以夾官是否同事 那更大的問題是什麼 誰來監督制衡的夾官的不起訴跟官行訴 那在2002年之前 我們通常稱為那個行事訴犯法救治 那那個救治就被認為有一些問題 首先就是救法的夾官的不起訴 他基本上是透過內部的一個控制機制 就是叫做在地 那這個作為一個監督制衡 他只有一個內控機制 由上級檢察署來監督 他沒有外部的監督制衡力量 那這個在地制度 基本上夾官的不起訴 享有這個確定力 被認為是有違這個權力分立的精神 因為刑罰權事實認定 基本上應該是只有法用客人認定 那所以這套制度被認為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2002年做了修法做一些導證 引進了部分的一些監督制衡機制 第一個對於夾官這個安全起訴的問題 對於夾官的不起訴的部分 是設計了一個交互審判制 第二個 針對夾官可能濫行起訴的部分 設置了起訴審查制 那這兩個制度到目前為止都功能不章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 夾官的不起訴到底可不可以享有實質確定力 以及誰來監督制衡夾官的還起訴主份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一開始提到的 夾官用行政簽結這樣一個制度可不可以容許 那如果容許要做 那截至夾官權可能的模式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立法院 第二個監察院 第三個就是法院 第四個就是公眾參與 各位其實立法院影響很大 立法院說要凍結預算 假如他這個行政部門就比較會怪怪貼 那我們有委員做了一些事情 推動一些司法改革 尤其我們那個最靠牌以前都不開庭 然後你就跟他說他刪他的預算 說你不開庭 他邊什麼預算買法 然後就把你刪除 這個是有自然力量的 第二個監察院 可是我們的監察院 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監察院早就批評 提出糾正案說你法務部 那個行政切結制度是有問題的 可是這個制度還是進去做 所以我們監察院 基本上是功能不髒的 第三個是法院來監督制 那在這一個部分呢 德國做的會比我們好 第四個就是民眾的參與 那別的國家 像德國、美國、日本 都有一定程度的 不管是日本有所謂的檢察審查會 或美國的大別審團等等 這個都是一種監督制 那在做這個政策設計的時候啊 他的考量問題點 我列了五點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 有效浩漢假官的濫行起訴 這個當然包含管起訴行政簽署 以及如何強化現有的交互審判制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剛剛已經提到現有的起訴審查 那可是功能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強化 如此才能夠 杜絕檢察官可能的濫行起訴 第三個 其實我其實比較care關注的就是 濫行上述的檢察官混著住 因為我們法律人喔 對一個案子看好就同 5% 10% 或者說你20%就是正常 所以你如果對那10% 20%不符 一審的無罪判決你提起上訴 我覺得這是可以容許的 可是目前地檢署的操作就是怎樣呢 90% 95%的案子 判無罪一定上訴 那這個 我到高院之後我就發現 高院不一樣喔 高院有一個控制機制 所以高院他不是年限都會上訴 那可是地檢署原則上 只要是不罪就會上訴 我覺得這個是濫行上訴 那這個會造成人民的送類 第四個 如何有效減少進入法院的案件數量 這個等下用一個數據來讓各位講 第五 如何更有效利用司法資源與人力 如何節制人民不必要的難數行為 等一下用一個數據來給各位看 那檢討、偵查、除文的各種可能變相 包括我們目前各種廣義的不洗術、除文 有這麼多 一、二、三 那司法院現在又想要創設第四種 偵查中的認罪協商機制 那這麼多的機制 彼此之間有沒有一個替代關係 然後這個 這個 哪一個 對被告分別有利益 我想這個都是值得檢討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審查機制 就是被檢察官的偵查處分審查 剛才已經講過了 一種就是內部審查機制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外部審查機制 那外部審查機制 我認為比較可行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 仿照德國法治 由法院來審查 第二個 仿日本法治設置 就是由民眾組成的檢查審查會來審查 那這兩個呢 當然會各有利益 那這個必須做政策的抉擇 大概我不敢說哪一個比較好 那你 我是看過那個琳達 這個假官的博士論之後 我比較請在檢審會 那當然這個 這個都利益要去評估啦 再來就是還有其他的配套措施的問題 就剛剛我講的 不起訴處問有時是確定定要不要刪除啦 那 那第四個一直沒有人關注的 我特別要提出來講 就是檢警關係啊 到底有沒有調整的必要 是否呢 仍然應該維持檢察官是唯一的偵查主體這樣一個法治 那這個附帶就會先提到 要不要賦以警察為罪取分權 日本是有的 那臺灣是沒有的 那這些呢 其實跟 我用這個數據來跟各位點對看 日本的人口一億多嘛 臺灣兩千至少百萬人 那我們臺灣人口可能不知道日本的名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數據不確定是不是很確實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再去考究 我是從四凱外那邊拿到的資料 那以2014年臺灣跟日本的比較 日本的檢察官收到的案件有九十幾萬件 臺灣是五十幾萬件不到兩倍 那意味著什麼 臺灣有太多案子進到檢察體系 那進入到檢察體系 案件這麼多有可能是民眾的案數 可是更可能原因是什麼 日本的警察有違罪詢問權 那這個要去深入評估分析 那我們再來看起訴的比率好了 日本的 日本的起訴48.8 臺灣的是42.87 你說我們檢察官 比較少在用還起訴處分 你看日本的還起訴有59.19% 臺灣大概有十幾%而已 這個是值得去討論的 那我就要跟各位講說 我們如果要採德國那種讓法院來審查 以2014年還有五萬多件的還起訴 還起訴要要多少法官來辦 那個委員就要多增加法官的員額 所以這個必須去納入考量 我們也說一定要用法院審查 只是說這個員額的部分要去納入審考慮 那日本檢查審查會的組織局運作 這個琳達他還有興趣 搞不好他等一下可以討論 這個大概 他們的 這是他們的相關的規定 那他們把這個認為是檢查民主化一環 那他們可以檢審會可以做出 他們的檢審會全部都是人比提成的 他們可以做出不起入相當 起入相當 還有不起入不相當 的這樣一個的建議 那按照他們的運作 按照林達的博士錄影提到的 他們經營假藥官再繼續偵查的比例 有14.27% 也就是說假藥官的權限運用 還有針頭空間有10幾% 那最有名的一案子就是這個小澤一覽案 那最後這個被起訴之後 法案判辭罪 那這個是他們的檢審會的設計 他們的檢審會委員每任體是6個月 那每3個月換一次 然後檢審會委員有11位 那這是相關的一個法律規定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制度是可以值得參考 因為我們現在法案體系 不是要引進人民參與審判 我們那個政文總統律師一直在講人民陪審 什麼等等 那前階段的偵查 就應該考慮要引進這個制度 那最後我講的這是法院審查的可能模式 那法院審查的可能模式是參考德國法 那這個也是有一個年輕的法院理為律師設計的 那你的條文 那我拿來這邊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我們承認檢審查體系 需要行政簽解的制度 可是他必須明文化在法律家裡明定 那條文各位自己看吧 這個只是讓各位了解這個一個東西 第二個檢審官不起訴 處分的範圍還有要件 我們認為應該擴大 我們台灣的是限制一定的要件 日本他是沒有任何罪名的限制 他甚至連殺人就可以起訴 那各位想想 最近很有名的就是說 有一些老人照顧老人 然後他那個配偶是病魔纏身 然後又沒有安樂死制度 他就把他殺了 他自己也想要自殺 你覺得這樣的人把他 你這樣的人把他起訴到法院去有沒有必要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那現行制度台灣是一定要把他起訴的 可是在日本 他們這種沒有罪名的限制 甚至都可以不起訴 這個是我們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時間到了 好 那再來就是那個 我再兩分鐘 這個是關於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以後檢審官的還起訴 原則上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事前的同意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樣一個制度設計 那再來就是 我們目前啊 檢審官花了太多的時間在製作 那個起訴不起訴 不起訴處問書這些書類 我們認為聯則上是不用製作的 有民眾 就有那個被告要求的話 或者是告訴人要求才應該 才應該在製作這個書類 那這個大概是關於那樣一個規定 那這個是我請同事 他們日本的那個民眾去告訴之後啊 拿到了一個不起訴處問書的 告理由告知書 其實非常的簡略 那不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檢審官來 跟訪犯一樣說 花時間在那邊 鍵盤打字打漢 打漢給拿起訴 打不起訴 這樣的資源單位其實值得思考 但是改變 那再來就是 災疫案件類型要擴大 避免歡歡相互 我們認為有一些 像公務員所犯職務上是罪的 這種告發人 譬如說 有一些 像那個之前 謝欽智他們這些人 他們不是被夾官 他們認為被夾官 那也沒有追訴 他去告夾官 欸 夾官相互他不敢去告 他敢去告過自訴 那如果這種可以提起 他如果能夠去告之後 可以申請在意的話 在意被博委還可以去申請 法案交互審判 那法案來審查 妥不妥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思考的方式 那所以 這樣日本 他就把這種案件類型 可以在意的案件類型 擴大 那當然 有人主張根本就 比較會屬在意制度 我只是把這個 提出來讓各位 思考看看而已 這個 我沒有說 我一定是佔服這個 那我們現在行 有一個叫交互審判制度 有在運作 可是前向不詐 那其中一個就是 夾官都已經不起訴了 那結果法案裁準要起訴 那要叫檢察官來立庭說 這個被告有罪 這個強人所 不應該叫檢察官再來立庭論告 而是應該指派一個律師來擔任 這個類似檢察官的像一個角色 所以這一個條文在表演這件事情 那再來我們主張不起訴處問 不應再有具有實質確定力 那也就是說要把行事數560條 預刪處 那理由就是 詳無這個條文手勢 那這個時間因素 那我被那個釘釘追得好 所以報告到此 那等一下還有時間 再來回應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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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關我們時間有限 他真的講得很敢 這個議題非常的腹張 等一下大家有什麼不料解 我們在中合討論說在哪 我想他真的講得很敢 講得很快 因為有很多東西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也很細 那這一部分比如說 他書面也很清楚 不過大家要長期對這些議題要有了解 才能夠跟得上他的速度就完全了解 不過這是我們主辦單位的問題 我們時間的限制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從我左邊開始 我們還是先由李海隆理解官來回應 好不好 李海隆理解官 主席各位司法官 我為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非常謝謝李海隆理解官這邊的指教 今天談的主題其實環繞一個大的方向 大概就是有關檢案情的監督部分 當然他講到起訴或不起訴的部分 其實按照現在的制度 如果起訴的部分當然是法院 會做貨幣審查 當然會罪不罪 這是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就是不起訴的官方 這塊目前是由檢方執行 內部控制之間在做的審查 所以官方要說有一些 不許署分如果告訴人在意的話 那是送到大陸 另外有一些是直權送在意 就是最新本地三年上學的主席案件 換句話說是屬於比較重罪的案件 那如果不許署分的話 也要送到高檢署 有檢察官來做審查 這個審查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合理 那如果有正常不管被理 在高檢署中 兩萬次我會再發佈 重新再審查 審查 換句話說我們希望 透過審查機制 把這個不許署分更好 能夠做得更完善 那當然現在的在意制度 要不要存在 要不要繼續用現在250個法治的方式 繼續由上級的檢察署來審查 下級檢察署檢察官的各種組合 要不要繼續存在 當然是可以真的考慮 不管迎進日本的國民審查會制度 或是迎進德國有法面指他制度 其實檢察官這邊 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反對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只要你不做得好 其實誰來審查 其實並沒有太大 尤其老實講 如果在意制度廢除掉 大概高檢署檢察官是最高興的 因為現在每年有多少件 在意安檢察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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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 檢察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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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制度設計的全體是法院能夠客觀、合理的審査 但是目前現在優惠任、優惠任、不客氣的報告 有些法官執辦所有票全部國文 不管執行什麼 通通國文 只要他執辦 通通國文 這個是合理客觀的審査 造成現在有的警察申請收票、接聽票還要去分法官執辦 看看今天是哪個法官執辦 如果看到那些完全會撥毀 看那些筆子撥毀就不要申請 因為去一定是百分以上 現在我們票的申請要用多少資料 就透過一本去不論如何可以撥毀 去撥毀 其實會讓人家很謝忌的 就是說我們很警方 不管是警察或警察官 有時候認真辦一個案子 準備很多資料 但是你去 就是 或是說沒有理由 或是理由很簡單就過了 就過了 那各位也許在跟各位想 跟我們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被害人生 跟你就很大關係 所以很大關係 所以有時候變成在賣場面 我們不是說法官審查 而是在討論協議上面 是不是真的所有的法官都做到客觀理性的審查 這個我們必須要提出來 來做這樣一個說明 當然在剛才剛才 因為法官提到說 警察官是上訴 那當然無罪的部分 如果我們認為 也不是說所有無罪都會上訴 該上訴的 如果法院判的也不對 當然也上訴 因為監製法院判決 是警察官的資訊 另外一部分是 其實是對長期以來 這個法院的量子 是不是過輕的問題 其實我們檢查官也會上訴 那這個上訴 我們也知道上訴一定被補給 被補給 我也知道說有些高院法官 一直在替檢查官說 對量子的部分一直在上訴 但是其實我們之前 有些案子為什麼會上訴 比如說性侵害案件 好 性侵害案件 現在當然法院有個量子的 一個什麼基準 但是其實我們在提前處 我們也製作了一個系統 我們有各種點數的計算 從各種量子的因素加進去之後 建議法院應該要同時 那這個行動的基準 起算是比目前法院的量子的基準 是稍高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是在挑戰 以法院的東西來量子偏向的問題 其實勞受就是要衝撞法院現在的見解 當然會被法官人問說 這個是不是你故意認得很少 但是法院也有去思考說 我現在量刑基準點起點 是不是太輕了 是不是太輕了 現在司法院做一堆量子的系統 其實都是按照目前 所有法院法官的判決 去搜集 然後去做個整理 但是並沒有去檢查說 你這個量子的基準起點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符合國民改進 如果說原來偏低的量子的基準 你現在用這個標準 那以後量子的基準還是低點 還是想增低 所以這個量子的提量去幫助 這個系統 到底有多少幫助 當然只能幫助說 法官的量子的 行動能夠一致 但是這個行動是不是合理 其實還可以再做一個檢討 一個自己的道理 另外其實 會造成法院 就是兩萬起訴判罰罪 其實我這邊我妹也特別提出來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意思 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證 起義太大了 有時候同一件事情 完全兩種不同見證 那這個見證可以變成好幾年 這個造成計程檢察官 或接著法官在處理上面 是非常大的困難 舉個例子 毒品條例 24條 借你治療還解入處困 如果說還解入處困 被撤銷 按照24條規定 是應該自己公訴 但是這一條 公布之後 你都法官認為說 即使你是初判 如果被撤銷的結束 你應該再執行觀察認證 就是要提起公訴 那也有法官認為說 照法的規定 就是要提起公訴 那檢察官 按照這條 測完之後提起公訴 那就會 判斷的 可能就有兩種這種見證 有的被起訴就被拖廢 認為說你應該 先觀察內建 才能再起訴 有的人說你起訴是對的 這個爭議 可以存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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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上訴 也沒什麼用 到最後 你不記得是要 你們多久的信仰 最後要做個決議 才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那這樣問題可以存在5年 那叫我地主怎麼做 我起訴 我按照前面法官的裁定說 我觀察樂見 結果被後面法官說 你這個應該提起公訴 什麼做都不對 什麼做都不對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的見證 我覺得最高法院有些爭議的案件 爭議的判決 同一個事實 到底採取理論 不過個體有起義的部分 應該少會討明 之前其實有很多有證證 最高法院的見證 其實都很稀 即使像幽靈人口的判決 高院的最高法院的見證 有時候就差7年代 所以這個東西有時候 不是說我們不願意去 正確使用法律 而是說 你要選擇哪一個法律性去處理 你選A法律判B 你選B法律判D 你永遠就是被打 永遠被打 那個東西事實上不見得公平 不見得公平 再來提到雙偵查組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性能問題 性能問題 現在如果採商徵查組 民眾信不信警方的 為罪處分 會不會信任說警方是公平公正在處理這個為罪的案件 會不會因為民代官說 有些案件就不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性能問題 如果說民眾可以信任說 警方可以依法公正來處理這些案件 那可以減進假要不然 我們沒有跟你說一定能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 那你要考慮立法面 到底 這個問題是考慮很久 我知道警方也一直在爭取雙正常組織的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價值判斷 大家看是不是願意讓出 所以 好 保險 那其實剛才提到 我再給我一分鐘時間 其實剛才提到說 有關使用法官法的問題 就是這邊我必須提到說 像 奧地利憲法 2017年12月的奧地利憲法第90條 事實上他把檢察權入憲 定定在奧地利憲法裡面去 換句說 所謂司法的形勢 檢察官跟司法官 跟法官 共同相用 共同分享 他們的組織法也是一樣 法官跟檢察官 共同 適用職務這個規定 所以 是不是單獨立檢察官法 或是單獨立檢察書法 可以考慮 但是 我必須提到說 這個各國的立法力非常多 不要單一思考 不要單一思考 因為 還是要考慮到我們法制的本質 在什麼地方 去參差 那 才能適用我們不過 最合理 最合適的方式來處理 那以上的報告 謝謝 謝謝李檢察官 李檢察官 剛剛有針對這個 民主法法官的演員 同報告 有做一些回應 不過這裡就顯現說 的確就是 我想至少他們兩個可以 就顯現我們這個 權力分立 確實就是應該要這樣子落實 那彼此中間要有一些 見諾 那對於這個 可能同一件事情 從不同的立場來看 就會有 不同的一個結論 那我覺得就是 能夠督促我們大家再去反省 再去思考說 那我們從全民的角度 應該要 要怎麼往下走 我們說這個議題要 後續應該要怎麼改革 要怎麼處理 我想兩位大概 有一定程度的激盪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請這個 林檢察官 主持人 林法官各位先進 尤委員和在場的各位 來跟我們一起 有這個原份 來關心檢察機關的監督 那今天林法官提的 其實我個人在大方向是相當認同 我從91年擔任檢察官以後 經常就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檢察權在 沒關係我等一下只有用一頁就 就這樣 這個這個 等一下會有一張圖給各位看 大家做雙肩料 沒關係 真的 對 等一下再放 真的我還沒有要用 我做這個 壓力好大 我們都很關心檢察機關的權利 的監督問題 因為一個權利他不能可能會濫權 這就是權利分立必要的 這個機制 那剛剛林法官有提到 我國的檢察官很大 其實我當檢察官以後也有時候覺得 我們的權利確實是很大 那他確實需要監督 食物上面 我最近倒是跟很多美國的檢察官 跟日本的檢察官私底下做一些交流 老實說 我反而覺得美國檢察官 濫權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我在我的博士論文裡 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簡單舉一下 美國的檢察官 因為他們在政察中也相當的不太透明 而且他們會大量應用認罪協商的概念 所以他們可能很容易用拉高刑度 增加訴罪的方式來威和被告 然後 但是他又可以同步隱藏證據 所以導致大量的被告 必須採取訴訟外和解 那麼 而且美國的檢察官 他們相當的注重司法資源的分配 因為檢察長是民選的 所以他們也相當的注重 怎麼樣能夠贏得檢察機關 在民眾心中的那個聲望 當然也就只犯大案 民眾的那種小案 在他們所界定的小案 可能就比較採取放任的態度 因此他們在大量的案件上是採取 這個不予起訴 他不予起訴的案件在我國來講 我曾經跟一個美國的DA就聊過 我就跟他取了一個夫妻之間 就是因為財產的增值的問題 案子其實以美國檢察官來講 他們一個電腦一個扭就把它按掉了 就他們是不會去處理的 在我們台灣的話 其實是要不斷的查 其實我們台灣的檢察官有一個可愛的地方 就像醫生一樣 我們看診的話是大案小案都看 各位如果到地檢署就會發現說 就是我們的管理委員會 常常在這個民眾 為了有一個住戶是不是簽名是真人 他也會跑來告 他因為這個也會怒罵他這個人是狗 他也要來告 但是每一個檢察官他的責任 必須把每一個案件都處理好 我們沒有選擇權像美國可以這麼做 那 再講到日本的檢察官 他們起訴的定罪率相當高 幾乎好像可以到99.999純金 可是這相對應而來的是 大量的案件在檢察官那邊先處理掉 那他們是怎麼處理掉的呢 是因為他們有大量的還起訴制度 也就是他們會大量的運用在偵查中 就把它給有點類似美國的形式 就是說逼迫你認罪跟我協商 否則你起訴以後 將會面臨相當大的恐懼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探討一個制度的時候 必須去看到外國這樣實務上的狀況 當然我並沒有否認我的檢察官在 個案上確實有濫權的情況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在主事作風上都有差異 這是為什麼制度上應該要做出監督 剛剛這個林法官在裡面提到 一開始有魏陽案 為什麼要起訴 這些學運的份子為什麼起訴 為什麼有的起訴 有的生壓有的交保 我們先不論個案而言 我們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魏陽案要那樣辦 為什麼魏陽案要那樣結論 我們來思考一個制度性問題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誰 江宇華 當時的法務部長是誰 羅英雀 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 如果檢察官是屬於行政體系 他幾乎可以直接指揮的 我沒有說那個案件有指揮 我沒有任何證據 但是我是說 我們的整個體制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當然很有可能會走向那樣的結果 而且這不排除從今天開始 我們新的行政院長 新的法務部長 他同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反向的操作 那麼這對民主將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因為如果制度是這樣做的話 那麼每一個上台的執政者 他會無所不用其極的用檢察官 來打擊在野黨 打擊在野黨的金主 打擊在野黨的支持者 然後呢可以再利用媒體 利用輿論 再進行這種放大作用 那事實上這種情況在美國有發生 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 他們在這個競爭的過程當中 也會盡量想要安插自己的檢察官 到他們的地檢署去 就是選上的以後會這樣做 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的政治力量進入到檢察體系 這是一個制度性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任何一個考入 司法官 擔任檢察官的人 都不希望 被人這樣操控 被人污名化 但是如果制度性的結構是這樣的 那麼請問去苛責個別的檢察官 對個案上是如何作表 有什麼意義呢 我在我的這個論文裡面 就有提到這一點 那我這邊放一張圖給各位看一下 好我給各位看一張圖 其實我們檢察機關 我用一張圖來給各位參考一下 其實檢察機關裡面應該要有四種價值 那一個就是最左邊講的民主問責 也就是說檢察官他不能夠完全像法官一樣 他是完全跟民主 整個社會輿論是完全脫節的 譬如說 食安是很重要的 他就是一個治安政策 這必須通過民主問責來落實 但是檢察的獨立 或者我們高律師剛剛講的檢察的中立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何避免像執政者 他只要上台後就利用這樣的司法單位成為工具 這裡面民主問責跟檢察獨立 它兩個概念必須要取得對抗和平和 那麼在檢察機關的內部其實一樣有兩個價值 就是所謂檢察一體由上往下的一種指令 但是還有一種是檢察官之治 個別檢察官他的道德良心 他往上的一種制和 換句話說我們在思考一個議題的時候 四個價值都應該要完整的思考 如果說 有的人認為說我們必須不斷的加強對檢察官的監督問責 而這個監督問責可能來自於政治力量 也就是增強民主問責這個角度進來的話 我們很有可能設計出的制度 將會越來越導向類似慰陽案不斷的發生 但是如果說檢察獨立又過度的龐大 導致說他完全不受任何外界甚至执政 這個政治者的一個制衡的話 那也不對 所以我在我的論文裡面 就用這樣的概念來進而推演 所以這是剛剛回應我們理法官講的 其實我們在設計一個監督問責制度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思考相當多的一種力量 那在這個概念下 其實我有提到我想要回應一下 開始就幾個細節點 剛剛我們理法官提到 關於不起訴的部分的監督 我個人相當認同 由日本的檢察審查會來引進 由人民來看我們檢察官的 不起訴處分的內容 那麼這其中甚至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好處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檢察官不起訴以後 外界無法監督 檢察官並不怕外界監督 反而是有的時候不能監督 因為法律上如果開放出去 造成了變成是這個洩密 可是外界不斷的質疑檢察官 為什麼這個案子不好好查 那麼就讓人民來看 日本的制度上的民看 看了以後呢 人民如果覺得該起訴 就由人民委託律師起訴 在日本的制度下是這樣做 日本剛剛我們民法官提的小則議長案 最後人民直接起訴 但是法院判決而無罪 他反而幫助了檢察官 這個建立了信心 建立了一個威信 就是他沒有濫權起訴 他也滿足了人民 就是他想要追求真相的一種目標 那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譬如說 不起訴的書類的部分 要怎麼簡化 其實我提一點 我們檢察官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在寫不起訴書 我們每個人都寫得很累 不過我們講一個實際的點 其實有趣的是 其實美國啊 我先講日本好了 日本的不起訴非常的簡陋 他們呢 就是給你一個結論 後來他們的律師就一直去吵 說你應該給我理由 結果後來他們就給他一個理由 大概就說這個證據不足 那不是廢話嗎 所以他們的律師就罵說 你給就等於沒給 但是他們的檢察官 在內部結案的時候 是必須寫完整的理由給檢察長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工作也沒掃到他 真正掃的是美國 美國的檢察官呢其實真的是很輕鬆 他們如果覺得沒價值的案子 電腦點一點 打幾個勾就出去了 他們同樣只給對方一個結論 連證據不背幾個字都不給 就跟你說反正我就是不起訴 然後呢 像以舊金山灣區來講 他們還得自己跑去打電話 問說檢察官說我到底怎麼啦 然後這種電話很多 那他們其實就 反正你們這個司法資源有限 就是小漢我也不理你 這是提一下 所以說這不起訴的情況 那 最後我提一點就是 我就花最後幾十秒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濫刑上訴的部分 就是說檢察官是不是有濫刑起訴 我不能說一定沒有 既然關係有批評 肯定是存在這樣的事實 那 但是也提醒大家 就是說其實檢察官群體裡有很多很認真的 他不可能百分之八十都是壞人 他大部分都是認真的 那各位想要 想要針對的一定是那個比較少數 可是各位外界在監督在指責檢察官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把一個制度設計成最後只會抓到好人 那麼其實這個制度將會是失敗的 因為大部分好的檢察官反而會出來跟你對抗 結果他們保護了那些在裡面抓不出的那些壞檢察官 我是假設如果真的有這些檢察官存在的話 我們的廣告其實常常都是一種刑事報表 刑事報表根本就沒辦法真正間別出 各位如果在公司上班也是這樣的問題 要打問摸魚會濫權的人 他也特別會去符合你的標準 認真跟不認真 怠惰不怠惰不濫權 有很多時候 他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在批評的時候有時候可以給吃瓜 或者是好的吃瓜一些鼓勵 那我們針對那些 真的有問題的我們當然要設計機制 好比說是不是最後一幾句話 濫行起訴這些事情 很多案子判不罪確實是因為很糟 有些是因為是法院見解的不同 怎麼抓 我們行事訴訟法明明有一個規定 如果起訴以後未達起訴門檻 就應該財定命補證 撥回起訴 但是大部分的法官 未必有這麼做 我們林法官有這樣做 我知道他是有這樣做 如果已經有些法官已經覺得 已經有這樣的情況 他卻不這樣處置 他仍然讓他受理 不斷的讓那個被告 打了一兩年 然後最後判一個無罪 檢察官有責任 法官有沒有責任 對不對 如果說在一開始收案的時候就命補證 真的補不出來 他的結論是認為說不行 這個案子我才令柏惟起訴 這個檢察官 如果兩次三次四次常常被發生這樣的事情 難道他不該被懲處嗎 但是現在看不出這樣的情況來 我最後提一點 就是說我們在監督的時候 有戰爭監督 但是方向打擊點要正確 好謝謝 好 謝謝林檢察官 我想那個林檢察官 剛剛秀了剛剛那個圖 的確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做任何的改革 那當然就是所有的印象都要注意得到 不能夠偏備 那的確就是 但是我相信作為一個法律人 就是我們自己是法律圈內的 是完全會贊成這個林檢察官 剛剛的一個意思 是不是 一定要命運去找 那當然就一般民眾來講 因為他沒有辦法能夠去理解 全面的問題 或許就會有一點點偏頗 就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民主婚者應該加強 通通都是這幾年都是這個半律半藍 所以我們應該要走民主婚者的角度來 那是不是就偏掉了 對於這個中立的一個保障 我想的確是如此 不過我想林檢察官大概 在提醒我們說 每一個面向都要我們夠顧慮得到 作為一個法律人 應該確實是如此 那我也相信說 我們就是在往這個方面去追求 就是各個面向都要去注意得到 那當然還有一些這個 剛剛林檢察官對於林檢察官的一些 一些細節的一個回應 包括這個檢察檢察會 然後以及這個法院的監督 我想這個大概都是很重要的 那等一下我們開放討論的時候可以再 我們最後是不是就請這個陳中元陳律師 那之前也是檢察官 那一樣老師下來當律師 也是對檢察官的 來格代表有使命感 沒有 好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陳律師 好 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就這個議題來談 談這個議題有點緊張 不過沒有時間的關係 這個議題跟他一樣大 那林檢察官 法官我想他是非常認真 而且我喜歡來跟他對話的原理 我覺得有一個 因為他過誠實 而且他不會只是批批假官 因為他把法官的人也要罵得很久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而且他也願意溝通 我想他裡面提到像日本的檢察審查會 我覺得在台灣 如果要來討論 我覺得還是要敞開新秀 那我德國法裡面其實沒有檢察審查會 那我跟林檢察官討論 我也認為 其實這是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差異 那德國沒有這個東西 也就是針對假官不倾訴濫權的問題 那我認為 在德國至少在他們現在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是衝的 那衝的話你擔心他衝過頭就好 不用擔心他不衝 但在東方我覺得可能比較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是我願意的 那不過針對就是針對林法官的部分 我也會因為畢竟他是從法官的角度 他對於是誠實的 但不一定全面不一定足夠的客觀從我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也是一樣 那講官面對的環境當然就相對比較艱苦一點 但是你現在大家都才司法改革嘛 司法改革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談 因為什麼都跟司法改革有關 但我認為台灣司法改革如果要取 講兩個角色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立法委員 立委在這邊 我每次我常常都碰到他 不是在研討會 就是在立法院非常認真 那我認為立法能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好 老實講 林辰先生剛剛也提到幾個作標的價值 那如果我們要簡化成一個價值 那是什麼 台灣需要來的 這是法制化 我們把法制化 法制化最好的就是把他法律沒有規定 一切為什麼要求檢安官 為他批評或不批評 因為他沒有符合法律的要求 不管是形式的法律愛失職的 那法律非常的重要 實現法律一個關鍵的角色就是檢安官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花很多的時間 一直在特別關注檢安官議題的原因 因為我認為可以把一個理念上 理論上的一個法制變成一個實踐的 我們現實生活的環境 真的可以變好的 那就是檢安官 而且實際的例子也是這樣 食品安全 最近的國土環保的 就沒有檢安官真正的去啟動 那說怎麼談都沒有用 我想理法官可以談內線教育 也是要檢安官去起訴那樣的案件 所以我認為檢安官是一個關鍵的角色 那當然這樣的改革其實有幾個面向 是因為我盡可能的 大概是從外部方面 包含法律方面以及檢安官內部 事實上檢安官內部 我認為也是自己要去反省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認為就像你打檢安官所講的 以及我自己看到的 有許多非常認真的檢安官 那我們現在改革裡面有抓到點 一次改就沒有看到全部百分之80好的 那因為百分之20的 事實上這百分之20不好的檢安官的表現 也是那百分之80檢安官所迫棄的 結果你為了改百分之20的 讓這百分之80的增加負擔 我認為這邊一點都沒有到位 那所以我覺得在評論檢安官的時候 我們要整體來看 當大部分的都很好的時候 我想至少先肯定他們 而不是講到檢安官就是全部就是爛權 那在針對那些真正有問題的 我們就是好好的去看他們 我想這樣會比較持平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要考量到一些現實的因素 這一點我要特別呼籲的就像說 我們在講到簽結這個制度的時候 那簽結我們想說你要給他被告的權利等等 那我們都忘記了一個人 我們都知道我們要回到媒體來看 一個人被列為被告跟不列為被告 他在現實生活上的效應有多大 可能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因為他被列為被告一段習近的偵查 他可能就不要了那個位置 而且永遠再也不回來 所以被列為被告 沒錯他現在有所有選擇的保障 就代表這就是對他好 這也是為什麼簽結的部分 那當然我等一下還會再談一下這個部分 那另外其實一個現實的因素 案件負擔 你再怎麼好 你再怎麼有能力 當你全部被案件壓垮的時候 一切都不可能 你不可能要把耳朵不給他吃草 這是一切我認為現在最關鍵的環節 那在這樣的環節之下 使得認真的還是繼續去認真的去辦 就像你阿龍疆官一樣 在承認組辦了很多很重大的案件 但是聰明的有一些少數的假官 他們可以在這裡可以過得很好 那一樣可以在報表上符合你的要求 那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那你不給他一個合理的環境 你如何去要求他的品質 那接下來我覺得要談的就是說 那重點是法制化 那法制化以外 講話要實現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就要考量到他的效能 講話去改革講話關的機制 我認為效能絕對是關鍵 因為那才能讓法律的東西變成現實的生活 那監督積合器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而不是從頭到尾只看著監督積合 我忘了目標在哪裡 那我想這是一個關鍵的東西 那所以一點有些現行的提名 就比如說剛剛另外一般提到那個魏洋案 那魏洋案他做了一個對比 我覺得這樣很好 透過這樣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對於講關交保的怎麼辦 事實上現實是一致就有足以救濟的 事實上現實料講關你做交保的話 你可以去康告 你可以去做準康告的機制 那如果沒做那就誰的責任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不涉及法制的改革 可是現行機制你就要去貫徹 這是一點 那回到前傑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臺灣其實包含領法官引到 那個把理為律師 他也很認真的去弄 但其實有些根本的理解 我覺得還有在澄清 講關什麼時候可以發動偵查 偵查那是一個法定的用語 法定的程序 這時候你才會有人被列為被告 要有犯罪嫌疑 事實上這是一個在我國相對沒有被討論的地方 也就是那犯罪嫌疑之前 檢案官你做什麼 事實上你要知道有犯罪嫌疑 代表你有些時候需要做一些調查的動作 所以在那之後才會有偵查 在那之前沒有偵查 那這某種程度是現行的檢案官 為什麼可以用他案可以牽解的一個 這是有法律根據的 228條告訴我們之後才叫偵查 之前沒有偵查 自然也沒有不欺負主分 這是一個 那德國法他們其實也沒有明文的規定 那有類似的規定跟我們有一點近視 他們是規定說 假設沒有法律特別沒有規定的話 他必須有足夠的事實上的根據 他還可以開啟對所有犯罪行為的調查偵查 他們是這樣 這跟我們有一點落差 因為我們決定用犯罪嫌疑 而他們要強調要有一個事實的根據 所以如果就這個部分 他們規定的就是前偵查行為 但因為我們要先確定他的本質之後 接下來才會對他做一些限制 比如說既然還不曉得有犯罪嫌疑 所以基本上強制處分 大家都不能採信 因為強制處分基本上都有一個前提 你要存在一個犯罪嫌疑 抱歉沒這個時間把它弄成中文的 但是你還是一定要有一個足夠的事實基礎 也因此單純的一些猜測 有些人說有怎樣的推測的情況之下 當然他不會構成一個所謂的初始的犯罪嫌疑 也因此就不是偵查 這時候檢察官不開始偵查 那不管用什麼方式 那基本上就是符合628條 也就是跟德國類似一樣的規定的處理方式 那時間的關係我這邊不多談 但我要講的是 當然現行的他是他案的辦理注意事項 我認為還有檢討的地方 但這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法律上檢察官對於他治安 他能夠採行的權限有多大 以及換個方式來說 面對讓檢察官面對一些龐大的 一些無理濫告的案件 你要給他一個充分的機制 我們在做法治法 在做行政訴訟修改的時候 我們一直強調的精緻 但忘記了一個面向 你要適度的鬆綁 你要讓他鬆綁 當然領法官這裡有提到一些 邊緣不起溫度的機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那德國訴訟 行政訴訟都有費用 那你濫告你可能還要繳費 對 這時候會不會同時要去考量 我想這些都是一併要注意到的 然後接下來 理法官也提到一個便宜不起訴 那德國便宜不起訴的規定 從153、153條質疑以下非常非常的多 我只舉一個親罪的便宜不起訴 因為提到那個白律師的人他提的草案 但其實這邊有一些落差 規定上 我這邊沒有辦法詳述 但針對法官他同意的部分 有一個落差是檢案官要做成前 他就要經過法官的同意 但那個條文的草案理的是 檢案官做成不起訴訟後才進合定 那我想這個程序上有一些不同 我想這個程序上有一些不同 那其實德國的153、153條之一很多 這個我想德國刑事訴訟法 清大的蓮鳳琪教授已經有全文翻譯了 各位可以去參考 德國就不用再多說 那同時要鬆綁 你才有辦法要求他去做精緻的調查 而且針對比較重要的犯罪 我想這是一個 那針對理法官剛剛提到的 德國的法官 因為他之前的講義沒有 這有點突襲 不過沒關係 這我之前也有在本土法學會有發表文章過 德國法他們對於法官 對於檢案官跟法官的地位 事實上他們的改革的趨勢 讓兩者趨近於智 在他們的人事跟地位的保障 那德國的法官協會 他們有一再每年都有發布 新的檢案官的改革的草案 而這草案事實上 這我在文章也都有帶到 基本上就是等同法官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個單純承見 不是這樣的理解 而是真正的讓他等同於法官的方向來走 那所以我認為如何讓檢案官鬆訪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其實上很多問題是出現在細節 魔鬼在細節當中 檢案官的負擔怎麼樣去解除 就雖然 民法官引的那個草案就說 檢案官他可以針對各種的去不起入處分 那原則上只要寫藥紙 要求的話才寫利用 但事實上這個都太 這沒辦法真正的解決負擔 以我個人的經驗 解決負擔很簡單 法院的審判程序都已經那麼嚴格 他們針對有些案件都可以用宣示筆錄代替判決了 檢查偵查的程序相對自由了 他卻每次都要再寫一個不起入處分書 我個人的經驗 有些人炸其案件 那台灣大家也知道 提議行數又 提議行數大概在一兩分鐘 提議行數案件 那我又不用調查 不用交裁判費 請來幫我查 然後我整理找得到 這樣比較有利 很多律師也都這樣建議當事的 不抱歉我 再來 但是到了偵查 大家談好人也解決了 那對方就說 其實我也只是因為他沒還錢單一的事實 我就提起詐欺罪的告訴 檢察官都談好了 你也認為 你也告訴我也認為被告 他是沒有詐欺的犯益的 我們也解決了 結果全部都沒事了 回去還要花個五分鐘 十分鐘 二十分鐘來寫一個詐欺罪的不起入處分書 那你要知道檢察官的負擔有多大 他連五分鐘他都要把握 他都極端的寶貴時間 更不要說那些時間 還有很多要去偵查的 事實上像這種案件以我個人來看 在偵查程序的時候 馬上在筆錄寫 針對本案我們用不求處分 因為你所主張的那個詐欺罰 你認不認同 千萬免別人給他們 這案件就要可惡地掉了 檢察官不應該浪費時間在這種事情上 因為他要偵查重大的犯罪 包含巴拿馬文件 裡面有幾十個跟台灣有關的 至少就有公司而已 我們檢察官有沒有能力 所以在民視一次 我們提到特徵主要不要廢除 我去 我有表達 這些資源沒有給檢察官充分的 因為他要面對的不僅是小小的那些案件 他要面對的是極端巨大的這一類 而且跨國性的犯罪 講序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你有沒有足夠給他這樣的資源 還是你從頭到尾就是要監督他 逼迫他就是明哲保身 然後那些就大家看各自的能力 去遵守重臨法徵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那法治化以及讓假官合理的空間 可以讓他 你給他合理的空間 再來要求他 我覺得這合情合理 那大概如我對這個報告做的合理 謝謝 好 謝謝陳律師 我想陳律師也針對林夢瑯法官的影 裡面也做了一些回應 那他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那個案件負擔的問題 我想這大概是非常重要 其實跟我們早上那一場也有關係 那中午我在跟林夢瑯法官聊天的時候 其實也講到說 因為他剛剛引的那個數字 他說日本大概一億多的人口 大概接近一百萬件的刑事案件 進到檢察官那邊宣 那我們大概有五十二萬件左右 那依人口比例來講 我們那個顯然是非常的偏高 那非常的高 那這個當然就是類垮檢察官 那相對應的 有檢察官起訴進到法院的案件 以日本來講 比例也 跟我們來比的話 就是說我們大概百分之四十幾的起訴率 那他們的部分大概百分之十幾而已 那當然他們大量是有凡起訴出分調 不過從這邊來看是知道說 就是一路的檢察官類 那檢察官也起訴率高 那法官那樣也類 所以會導致說我們所有的案件本身 是沒有辦法精緻的話的處理 那這個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這個一直要呼籲說外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說 那總統來處理司法改革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我剛剛中午 我說中午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就特別提到說 我們現在有很大部分的刑事案件是吸毒 毒品犯罪 吸毒被認為是毒品犯罪的 然後以及酒駕 那事實上這些是我們的社會的其他 社會連結出問題 這種社會連結出問題 很明顯的是要用其他的主義方式來處理 這絕對不是我們狭義司法部門要處理的 那應該是衛福部 那是法務部教育動衛福部 司法院教育動衛福部 只有總統教育動 所以這種跨部會跨領域的處理 那如果這部分能減輕 那我相信我們就能夠更精緻的來查 我們司法問題 因為要先精緻 那從精緻才能夠看得出來 那今天呢 其實這個我自己的感受是 林茂法官的影言跟幾位的語談 跟我們之前林茂斯亞會 其實在組織法完成的時候 剛剛現在已經進了立馬面龍 語談的內容就很不一樣 那其實也有 就像剛剛陳律師有提到說 德國法官法到底理解是不是 是林茂法官的理解 我們不要講對啦 就是說比較接近德國的狀況 還是陳律師 對於德國法官法 檢察官准用的部分 比較接近的狀況 我覺得或許都不一樣 就是可能還是要用這個 組織法 職務法跟作用法 來做區別跟理解 我們今天就是比較沒有 因為不是談組織法的部分 而是在談作用法的部分 那作用法的部分 當然這裡面是說 檢察官在刑事作用法上面 他應該要怎麼做 能夠去符合人命的期待 然後能夠維持那個獨立 然後接受監督 那能夠有效率 我想這個林大檢察官的博士 我們大概也都有提到這些 所以我想這些是一個 面向不一樣 那對於法官法的理解 或許也要從區分 總共是三個 就是我今天聽的一個感受 說到底准用 准用身份的部分 還是在職務的部分 到底德國的處理是怎麼樣 那我想這個大概是很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放 讓各位來討論 我們大概有20分鐘的時間 對 我們有在 大概一個人兩分鐘 那先三個三個蒐集議題 然後請這個銀燕人跟銀燕人來回應 聽起來這個司法資源 真的是非常有限 剛才談到那個 難權起訴跟難權不起訴 那從科學上來看 當然是說最好是 有一個假陽性跟假陰性 就是犯罪的沒警訴 警訴的沒犯罪 這個要降到最低 科學上是講是很濃郁 但是可能在食物上去處理很困難 那這幾年也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說 檢察官把原來比較像告訴的 全部都搞成你整個做告發 避免你會再去申請在意 再回來去檢醫這個負擔料 那整個大的趨勢 這樣是對檢察官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要去看那個 如果說難權起訴 如果日本是99 病罪率99 那1% 就暫時把它歸為難權起訴 那難權不起訴 是不是會你怎麼去討論 有辦法來科學的辦法去說難權不起訴 這個請教說 再下一位 我以前在殘根大學教室的時候 一大早我都會去殘根高去暖房 碰到一個什麼人呢 國民黨的秘書長他公開講 台灣的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後來我們私下吃飯 黃永在 黃永慶在那裡吃飯 他私下也是這樣講 這個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那怎麼搞的 你們法律人在幹什麼 怎麼都沒有人跟他告他 告許誰 那個名字我就記不起來 許誰 啊 對啦 對啦 許誰就啦 就是許誰就啦 有沒有要哪一位回應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啊 好 來來 下一位 下一位 各位好 我認同司法改革 要去土殖民統治這種概念 然後司法怎麼要獨立 就整個設計啊 就是說像檢察官的認齊制 不要終身制 讓他人生最精華 30歲到50歲 這個階段 或是用10年就好 所以就要退下來 政府給他一筆錢 那他這個中途 這個起訴審判有錯誤的話 給他一筆錢理賠 當成他的退休機 他就會很仔細去審查 那像整個這個證據率 檢方的那個筆錄啊 這個制度是要取消 這造成很多這個 淹暗的一個企業 我是覺得整個應該從整個這個制度面來思考 把最好的律師的精英提升到檢察官 然後給他認齊制 這樣整個台灣司法就會有一番新的氣象 來 謝謝 謝謝 好 請各位協議 毕竟我要請教了林法官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講說 張藝總是土國賓 復興都是徒師人 那有沒有法官檢查 有沒有這種心態說 我做法官 我一定要公正 因為我都大學同學 當法人集的以後 該出事了 我說奇怪 你怎麼會出事了 你說 他說他誤判 人類後代組織 我說不可能誤判 你是故意判 因為隱密信中有把體店在抓 就是回報你的長官 所以像這種法官 怎麼能夠請他公正審判 他報答了 他批法人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說 蠻久當初那個投資會 所以那個弘犯人條動 安屋制罪條例七年以上 我剛剛今天他總有都不能答 他是用那個詐欺罪 是不是有了包庇的先例 對不對 第三個問題是最後一個 蠻久很多案件 最後到五月二十號 去年那個太幣給他 全部都給他總結 一次總結 是不是也有這個類似的包庇的先例 證明您當有法官 您是會所主 什麼看法 謝謝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啦 我們今天比較 這一個場次比較活動在檢察官的部分 那比較有一些跟檢察官無關 我們等一下就以年人跟與含人在做事爭論 那我們還有政律師跟郵委員 郵委員接好了 郭志祺的法官 我自己想要請教一下 剛剛那個林檢察官你有畫的那個圖 那我是看得很清楚 因為在這裡我想要請教的一個就是 等一下幾位檢察官還有那個林 那我回答一下 就是檢察官的這個救責還是要問責也可以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偵訊的檢察官 一起公署的檢察官 然後上署的檢察官 那每一個案件呢 全部都脫離了 然後呢 剛剛一直在講說 如果濫權起訴或是濫權上訴 或是濫權不起訴 那好像都不需要負責 那這個部分我不曉得說 在我們這個整個司法改革 大家的看法如何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是說 如果一個案子就是從頭開始你就負責 就是你從檢察開始直到對話案件確定 那這樣就很清楚的你有沒有濫訴 因為現在大家就對不對 這個公署的檢察官說是你檢察檢察官 你的證據沒有控控後檢查 然後上訴的檢察官說是你下面的那樣 所以大家對來不曉得要找誰負責 那這個部分我不曉得說 在我們這個整個一個 就是說我問責的這一塊裡面 是不是應該讓他回歸到做一個案子 從頭更到尾 那或是說在目前的這樣一個制度之下 因為我們那法國部反映很多次 法國部說要罪金官員數不夠 所以沒辦法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在現在這樣切割式的時候 那到底是誰濫權 那這個誰誰去負責 謝謝 鄭律師 謝謝 謝謝 賭獎人跟盈安哲 齁 我覺得那個 盈孟法官 你的主講我非常敬虧 我覺得我認為你是法官界裡面的 比較能超過這個搖氣的儀位 但是他又給我一點點 你還給我一點點 那個 今天我覺得主講人跟主談人都講得非常好 那這就是法界人會覺得不錯的地方 但是從百姓的角度我覺得他們聽不太懂你們在解決 我認為你們解決的問題只是在法律圈裡面的循環的解決一些問題 慢慢讓他們改好一點 但是跟人民的期待還是差很遠 我等一下提幾個問題 我認為我們的改革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要改審 我們常常都是法律的自己摸著頭 然後封看西看 然後自己創造一套 大家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的制度也不是得志 也不是日志 也不是美志 到底我們要走哪一條 好 我幾個具體的問題 我這幾年在推兩個制度的改革 一個就是說 檢察長要民選 我覺得讓大家來看一看 第二個就是說 檢察官如果判不罪大案成件事上是不能上訴的 我想剛剛也都沒有提到這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像林達跟這個幾法官 就是講到說可以學日本的這個檢審會 其實日本的檢審會就是學美國的大陪審房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在說台灣是大陸法系 不能學英美法海洋法系 要是你看連日本都會學英美的系 這也不是德制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我的想法說你真的頭腦想清楚的時候 沒有什麼大陸法海洋法界限的問題 就是你頭腦心不清楚 當然如果台灣人引進類似 我現在還不敢主張說引進大陪審房 因為我知道那個我還沒有研究清楚 但是如果你們認為說日本的檢審是可以用的話 我覺得我是樂觀其成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有三個問題 是大家要去想的 那我希望你們這些方面都滿專家應該來想的 尤其是我希望有委員聽到 因為這個關鍵是到百姓的需求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 我希望你聽進去 第一個就是說 我發現現在的檢察官 坦白講有兩個大問題 一個是素質真的不夠 一個是人力之間很缺乏 司法改革 像我長期來一直集中在法官制度的改革 審判制度 其實我遇到非常多的案子 尤其是被害人需要被保護的 我發現即使證據很多 案子丟進去都擺在那裡不夠 那我瞭解他可能 簡單會遇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有人檢察官真的是力量不夠 他不知道怎麼去偵辦 不知道怎麼去搜集證據 像剛剛李海洋講的 其實我贊成啊 我們一方面要保護被告 但是我們一方面要保護被害人 你不能所有案子都該搜索你不去搜索 該擠不擠 當然你也不能亂擠 所以這個平衡要非常重要 我是贊成喔 有一些真的是被告真的是 有一些真的是做電話會很糟糕 但是檢察官進去就不動 那有的就隨便跟你不起訴就出來 那我認為是一個人力是嚴重不足 一個是他們的訓練真的是不錯 我覺得這次司法改革 如果能講到這一塊的話 我贊成 但是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人家在談這裡 其實檢察官要適度的補充能力 還有他的訓練要真的多 我知道我一過的檢察官 有的能力很好 同樣一個案子喔 他就可以辦得出來 有的訓練不夠的話就是亂辦 這個我是覺得這一點要被重視到 另外一個就是說對被告被害人的照顧真的不夠 我們現在被害人進去告的時候 好啦如果檢察官認真一點趕快開檢 進到偵察屏然後呼呼你就走 我覺得一個檢察官對這個被害人的一個心境的理解 當然是這樣是不夠的 但是你能花多少時間就現在的制度我覺得是不夠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一個偵察屏的模式 我覺得要去那個高牆 就是說我今天是一個受害者 我進去要面對你一個大大的高高的檢察官 我覺得這個對人民的形象來講是非常不好 我今天受害了 你代表不是要保護我 你要欺凝我的受害 而不是說你弄一個高牆 然後有的認真一點多問兩句 有的隨便就問一下 我覺得這個要去改善 就要像一般的收費浴室一樣 就是我要請問你的身體 去瞭解 當然限制你的原則不補充 他一定不會去做到可以吧 那這個時候人民跟檢察官的距離就很遠 其實受害人應該是 檢察官是受害人的 跟去法庭化的這個高牆 我覺得這樣拉下來 要像律師事務所一樣 一個矮的桌子 然後底子去聽他的 告訴你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類似法庭的高牆 然後像法官一樣很有歸言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民主社會 檢察官跟被害人告訴你的關係 那請大家看有沒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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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al arts 壹 Ross 好 比卡旋 我比較略權一點 那針對優委員還有我們新的律師 PowerPoint 我先可以在 irgendwel委邊 優委員關心擠案擠立的問題 就是擠出案件自己立 這個在93年這個 其實當成的進行決策 那時候公司遲陀的時候 其實寡不見 Study考慮 能不能擠案擠立 事實上在當初開始的時候 在武器老闆的台洞 曾經有一兩個地方的事件 但是後來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檢察官現在案件太多 我不是只有單純居立庭公訴而已 我自己還要實施偵查 我還要開庭 自己要開庭 我的庭席跟法院庭席 能不能往前配合 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因素 你只要把它提起弄下來 你就發現這個實戰是無從解決 無從解決 現在不管是所有大帝人都一樣 以百招來講 新北來講 一年六萬件 偵查檢察官不到九十個月 公訴檢察官三十幾個月 要負責一年將六萬件來檢察 一個檢察官一個月 大概是負擔一半件 你光開庭就開不完 你不要說我自己開完庭 我還去立法官的庭 因為這給兩個錯綜複雜的 法院的法院的提琴 國有法院的提琴 國有法院的提琴 這怎麼去先 很困難 很困難 第二個是說 一審如果說一審這樣做 那你二審 一審要不要去二審立法院 現在涉及到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問題 涉及職務執行問題 一審假官到二審去立法院 現在是不行 現在是不可 另外一個問題是涉及到 空間跟時間問題 假設我是新竹地點組 起訴的案件 高院開庭 我一審新竹地點檢察官 有辦法常常這樣去立體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技術面 很難去克服這樣的問題 所以現在才會變成說 公訴檢察官員去負責公訴的部分 這才負責公訴的部分 那其實這樣做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 就是說一審如果真的講話起訴了 真的是不好的話 公訴檢察官員去他公立立場 有時候是可以撤回起訴 是可以撤回起訴的 這個並沒有說一定不行 所以其實公訴檢察官員 是站在另外客觀立場 來看你這件的起訴案件 起訴品質是不是夠好 萬一真的是很不行 其實可以欠報獎 撤回起訴 這個在實際上也不是沒有 所以這樣的案件就是說 實際上就涉及到 我這樣謝謝學生這領事長 直接點到一個問題 願檢資源非常適合 非常適合 因為司法院拜憲法 預算獨立的規定有什麼 他們的預算是裡面 只是因為人簽註意見 不能再檢 所以老實說 司法院的預算部分 人力無力 他們比較衝突 但是因為檢方部分 因為在整個總預算裡面 其實整個法國預算 你大概50幾億 接準都佔了100多億 你剩下給檢察署的預算有多少 以性別來講 一年預付不到一億 扣到人事費之後 預付不到一億 水電支出那個東西 你真的可以用到檢察預付上面 沒有時間外 沒有時間外 這樣的錢你怎麼去 空間也不夠 人也不夠 那剛才鄭律師提到說 是不是 背上應該用平面式 這種訊文室 來進行 我也贊同 但是 聽說給這個空間 你光一般的這場 你就不夠用了 你不要再去故事說 平面的訊文室 完全 尾弱可以 應該去到各地上 去看看 大陸是困境到什麼程度 跟越方差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院檢試騰這一塊 其實應該行政院 即使之前 監察院就證都不是 司法 但行政院毫無所動 在預算的便利上面 根本就沒去考慮到 院檢試騰上面 是不是怎麼配置 所以 剛才鄭律師提到說 是不是應該增加一些 平面式的訊文室 我也贊同 這個被害人不需要說 你用法臺設的方式去詢問 但是法臺設計 是不是需要 還是需要 因為 其實很多告訴案件 在偵查中 你有告訴人 有被害人 有告訴有被告 這個有時候 不是 假罵還是卻站在中間地上 還是TG打罵 因為有時候 老長有時候還是一個安全問題 之前有時候 有些被告比較暴烈 曾經臺灣T9發生 那個被告 他反上引擎就炸假罵 如果說你沒有法臺 做一個阻隔 馬上就是 馬上就是受傷了 馬上受傷了 所以 這個法臺設計 不是說完全沒有道理 只是看在什麼狀況去使用 這個我覺得 可以再考量 能力支援的部分 甚至說 那至於說 證明律師提到說 素質不夠的問題 那其實這涉及到說 現在我們後補制度 剛剛發生的檢察官 你怎麼去行使直選 怎麼行使直選 要不然學醫學院的 R1R2這樣子 你要注意 就是你的主事 一直帶著你 換句話說 現在是不是我們在 後補檢察官階段 你應該是主任帶著犯難 不是讓你自己獨立犯難 那這個東西也是涉及到 人力夠不夠的問題 人力夠不夠的問題 如果你要這樣弄的話 那我們要增加多少錢 還可以這樣處理 現在因為是人力不夠 所以你一吞發下去 你就是要獨立 所以你要自己獨立承擔 承擔一點 只是主任在後面 協助你而已 那如果說要落實後補制度 從後補到世主 等你五年真的說 變獨立之後 你變成是可以組織於私 就是那個階段 你自己獨立進行 那是五年後 比較有經驗 你剛奔發 老師講 這個訓練出來 學員是來自各種地方 有的是剛出校 當然有的工作過 那這個東西 他的社會經驗 老師講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 你不能去強求說 每個人的社會經驗都相同 因為他來源不同 只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 他後補階段 怎麼去輔導他 怎麼去加強他 那這個東西是 就是我們也在釋放這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 你變成 你在訓練所的能力 就是狀態訓練出來的能力 能不能補充到這一塊 那甚至其實 我們還是講到 還是整個一體資源問題 你這個空間 能力完全 然後講了 現在真的是非常慘 那個 我之前在代理解答答的階段 其實 如果裡面去管 會員猜 你降助查 你不會管到說 DN主這麼窮 但是 代理解答答的職務的時候 你就發現DN主真的是窮到 那個 預算是砍到骨頭 真的是 有時候 要運作都很困難 那個 紙啊 油啊 那個都是 調成內斗 再有這樣 你夏天的水電 你他顧慮到說 冬天的水電 你來預游 因為夏天用的比較多 對啊 預控 那他算到很精 不然你這一年 你說 預算要缺口多少錢 這個是窮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院檢的部分 私人的 全資源的部分 你要請 郭委員 這邊真的要大力幫忙 這個事實上 行政院 不願意支持 我們保護老子 也很困難 但是這個涉及到這個院檢 怎麼樣去均衡的行使 簡單完全力跟院防的權力 這個能夠 人民對於檢察官期待很大 但是 你有多少的資源 讓他可以 達到這個目標 達到這個目標 目前是老強 是很欠缺的 謝謝 那我是簡單回覆到這邊 謝謝 接下來 因為時間很爆 我幾句就好了 就是剛剛那個油委員 提到就是公訴偵查 立體合議 我個人其實原則上 是很算贊成的 剛剛大家講是現實問題 大方向上我認為說 檢察官自己起訴 自己具名 自己當然就勇敢的去面對法庭 我覺得方向上是這樣 那事實上比較大的案件上 是有這樣做到 那我個人在 我想委員應該也大概會聽到很多 就是說像剛剛提 或者說各方面資源不足 我有一個小小的 在我博士論文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建議提日本的 副檢察官制度 然後呢 有副檢察官制度以後 我們可以把大案跟小案 做分流 那麼說 我們就可以區格說 哪些大案是比較需要 由那個重要 就是政大檢察官自己去面對的 那麼我相信大家 care的應該不會是什麼 那種很小的車禍 然後又政大檢察官一定也要去開庭 我相信應該要做比較細的區分 並不是不行 但是我們需要比較多的創意 那關於這個 剛剛政大律師提到被害人保護 跟素質不足 我支持 本身很多案件我自己在辦 我也不會 真的我們都要去學習 所以他的指教我是很認同 那 另外一點就是 剛剛有提到檢察長民選的部分 這一點我比較 這個特別幫我們這邊的文化來提一下 檢察長為什麼國內明選 這是一個很嶄新的亮眼 不過我昨天晚上跟一個 舊金山的一個ADA 就是所謂助理檢察官聊天 助理檢察官助理 他們的衣服比較複雜一點 他說他們在內部在開會的時候 我說你們 你們 就說在結案的時候是不是要把這個 結論 辦案結果要給你們的主任 跟你們的檢察長 審閱過 他說不用 我說開玩笑 那你們那個檢察官不就 自走泡亂搞 他說我們是這樣做沒錯 我說那 那總會一起據名吧 他說對 有的會一起據名 那我說那如果不起訴也是這樣嗎 他說對 我不起訴也是這樣 我說你 你這個 這樣子會不會有什麼爛權的情況 他說其實在美國 爭執檢察官採量權過大 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呢 我就問到他說 那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我今天有一個人報一個竊道案 結果我檢察官就很混 我就根本不知道那邊有監視錄影器 我就給他不起訴 後來那個民眾 就跑來說 明明有監視錄影器啊 我在給檢察長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們檢察長不會管這個啊 我說你們 那你們檢察長在幹嘛 他說我們檢察長都在外面做公關啊 我說你們檢察長 不是檢察官上去的嗎 他說我們那個檢察長 以前是警察局頭子 我講是舊金山區的檢察長 他說他選上以後 他的工作大概都在外面拚政績啦 那麼 下一次會跟他挑戰競選的是誰 他說通常就是主任檢察官 那麼主任檢察官要是拚不過的話 他直接生了完蛋 他一定要去別的地檢署了嘛 不然他就混不下去 大概如果拚過 當然就幹掉原來的檢察長 那 我說那剛剛那個監視錄影器 為什麼我不能拿給檢察長 他說因為他根本連法律都不太懂啊 他說我們內部 真的我是聽他講 他說我們內部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他說 Probably close啊 就有些英文我也不太懂 就是他們講一些那種什麼 合理懷疑啊什麼 他還要解釋給檢察長聽 他說有 他剛去的時候就很不適應 因為他說我們台灣人 他到美國在那邊工作 他說在那個會議上 他就發現那檢察長 就還跟那個主任檢察官說 好 你不要再解釋 這樣我應該懂了 他說你怎麼可能會把一個東西給檢察長 我的意思是說 然後另外我看到的相關文件 發現美國的檢察官有個問題 他們的檢察長其實也是政黨 競爭 共和黨的如果一旦選上 其實他會想盡辦法安插他的 或者共和黨的支持者會想辦法把共和黨的一些 傾向於他們的檢察官 安插在雇員裡面 所以以後在辦案上當然會比較傾向於這樣 那換民主黨的話當然也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價值選擇 我不能說人家不好 但是我們要不要承受那樣的一種情況 那我國的話老實講 他有一種安全辦 就是說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職業法官 職業檢察官 政治官僚就是一群群體在裡面 不過某個程度 他們也等於是被封閉在裡面 也就是說他們盡量保持跟外界的一個絕緣 所以價值選擇其實沒有對錯 有時候回來還是看制度跟人怎麼去操作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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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議題 我也只能選擇性的來談 但我是覺得說台灣現在事發改變 大家在乎怎麼裡面的名牌覆約久了 然後還被他人的訴訟參加 事實上非常有訴訟參加 他與其取決於檢察官或法官 要或不要的一個裁量權的行使 法律認定 那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在行事書中 有一個獨立的被害人訴訟參加 甚至像德國他們可以被害人 直接委任一個律師 他在法院審判程序當中 直接具備類似檢察官的獨立的權限 為了他的權力去奮作 那我們只有在第三者訴訟參加 因為莫索修法的關係 才把一個類似的機制黨 做一個火車統盤比較進去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立法 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既然覺得不好 那法律規定 把他定清楚 就給他該有的權限 因為檢察官的立場跟被害人 並不完全一樣 檢察官 事實上我為什麼認為檢察官很重要 以及為什麼德國的法官協會他們這樣走 而且我會希望採取這樣的機制 是因為我自己的觀察 在台灣大家對於檢察官的期許 為什麼那麼多批評 為什麼說他爛權 都其實是在一個更高的前提 大家希望檢察官是客觀公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事實上我們就該從這個角度去看 然後並且給他合理的環境 這時候被害人事實上就該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當然也有一些更具體的 就像立大龍檢察官所講的 有一些具體的該要做的一些保護機制 以及被害人 也有可能是假性的被害人 也有可能是一個強勢的被害人 檢察官必須站在客觀的角度來審酌 他是不是真的被害 包含對被告也是一樣 無罪推定原則之下 事實上檢察官也是要保留一個空間 他不一定就真的是真正的犯罪者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 剛剛鄭律師有提到 日本的檢察官會等同於美國的大陪審 這恐怕不太一樣 日本的檢察官針對的是檢察官不起訴的濫權 美國的大陪審盤針對的是檢察官濫權起訴 要多一個審核的機制 我想這個方向恐怕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另外針對一些數據解讀 因為包含剛剛有提到說 日本的他們一些檢察官的起訴率多少 有罪判決率多少 數據當然就是存在在那邊 他不會騙人 但是數據他必須透過解讀 你才能了解他真正代表的意義所在 以及他的效應如何 我想明大檢察官他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也因為日本要高定罪率 他當然就會壓迫 當檢察官沒有十足把握 這一件一定會判有罪的話 當然就會壓縮到他的由於不取訴 所以他們那方面的類似我們的環起訴的比例 當然就會變高 其實訴訟你必須整體來看 而不是只是看一個數據 就像林法官也提到說檢察官亂權上訴的問題 這個我來看也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檢察官確實也有可能因為判逐罪 他可能會傾向於上訴 但是我們要持平來看 也就是說事實上林法官他在他的講義 我覺得提到一點很好 這一支我認為行政處是一個最核心的東西 川法檢察官為什麼我們期待他客觀 因為本來那個權限是法官行事 但因為人就是這樣 人一定會主觀 而且我犯錯了我也不會承認 那這時候需要另外一個 但是有相同資格的人 有同等能力的人互相監督之恨 所以這時候檢察官才產生 所以他有法官的保障 有法官的能力 但是他站在不同的立場 那永遠不會有權力的讀到 我認為是這樣 那數據解讀我們講到說上訴的問題 那假設我必須說我們要去看 那另外剛剛林海洋檢察官也提到說 最後法案的意見不同意 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大的問題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那檢察官如果針對上訴 他成功以及原審判決維持率是多少 我的意思就是說對於很多數據 其實我歡迎更多的數據 但我希望他更具體更深化一點 而不只是一兩個數據 那這也回到檢察官的考量平衡 剛剛領導檢察官也有講到 一般的檢察首長 事實上檢察官也不要把它看成 檢察官就都一樣的不是 事實上我們在看檢察官這個機制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的是基層檢察官 跟附有行政職務甚至檢察首長 他們的立場是會衝突的 那這時候在評量檢察官的時候 事實上我在看 事實上整個行事訴訟發檢察官機制的改革 關鍵都在於那個標準你要把它清楚 法律講的就是清楚 就是一個清楚的規則 那你的現有的量化的這些數據 如果沒辦法合理的呈現出這個檢察官 到底用心多少 那你應該往那裡去努力 而不是從頭到尾就只是一個未結案 已結案多久沒進行這樣的數據 這個是檢察行政要去努力的 那當然資源那是老問題的 我大概先簡單分明這樣 謝謝 謝謝 應該總的回應 一開場我就講說 夾官制度存在於只有兩百公元 那人類歷史起碼幾千人 那你要看什麼 看夾官的角色你就要必須全面去思考 包括說 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麼多國家的法治 那我們真的是要完全去抄哪一個還是怎樣 其實這個都是沒有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剛剛針對各位的問題 我從三個層面來回應各位 一個就是 法官假官的角色到底要扮演什麼 第二個 談一個全責相比這件事情 第三 談效率跟正義的問題 剛剛那個鄭律師提到說 檢察黨民選 市長那個剛剛林卡甲官已經講了 其實我看過了 我看過各國檢察官的介紹 美國的檢察官權最大也最大一 他講的是事實 這是事實 那就像他講那麼多案子都不處理了 那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選這樣的制度呢 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那只是說我們目前那個民主問責 我們進到檢察體系是缺乏的 我是同意的 那剛剛也提到 偵察庭類似這種講 這種問題 基本上 這就涉及到我剛剛在講說 我們到底法官假官是什麼角色 我記得有一個教授講過 根本不應該叫做法官 不應該叫那個官 傳統中國就是最大問題就是 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 官尊民輩 那所以呢 這個本來是應該扮演一個 比較第三人角色的這個法官假官 變成都是在 以前 現在比較少了 以前那個人嚴重啊 為了升官 他可能當案就往復程序正義 他就是迎合上義 那你 法官你說那個公開法庭 那基本上他設計一個莊嚴 那還可以還有話角 那假官在偵察中還可以叫被告拒絕 正人拒絕還可以弄一個偵察體 這好像很少國家這樣做 所以剛剛李海龍假官在說 我們設備啊資源不足 事實上假官去鄉宴現場 就直接擺一個桌子就可以開店了 不見得是要弄一個什麼 一個偵察警罰警然後站在那邊 所以你要台灣的司法走到今天這一步 你大波發力有一些東西當然還是要堅持 可是有一些東西你如果沒有觀念改變 你老是在那個框架裡面去思考問題 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剛剛政大廷這個東西 我認為根本應該廢除 那假官要不要有任期 其實這個 剛才講如果你搭配美國的話 只有一個假長 那個是民選的 其他的根本都是助理假官 他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就下去當律師了 這個也不是說不可以 只是說我們是不是真的就是要走美國這套制度 要值得深施啦 因為他確實很多案子被不會進到法案體系來 那再來講那個人力 人力我等一下放到效率這裡來談 那再來我講那個所謂的權責相符的事情 剛剛李海龍甲冠提到很多事情 用來說這個上訴或者是沒有濫權 上訴沒有濫權起訴 我必須跟剛剛有位提到的問題 他說我們如何去界定濫權不起訴 我必須說濫權起訴或不起訴 我必須說你不能因為假官起訴被法案判斷 就說他是濫權起訴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假官是在一個偵查不公開的狀態下 他的資訊是沒有全面的 那他沒有全面他可能有一些確實他沒有看到的 那所以他選擇了起訴 可是起訴不代表 最後因為會透過交互結務被告 會提出一些很多的抗辯 查清楚了事實真相 有時候釐清了 判他無罪 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 那像日本那個什麼99.9那個有罪率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那個比較比共產國家還更那個 他把很多案子都不起訴或者是還起訴 我覺得這不見得是對的一件事情 那我剛剛已經提了 無罪不見得是難行起訴 那當然我們現在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一個制度就是要去制衡假官的 就是起訴審查 那目前法院體系就是沒有善加律用 這確實制度必須去翻修 那法官的那種姿態也必須改變 那不過關於公訴偵查合一 就是幾案幾例這件事情 你如果放在全責相符下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走的路 那剛剛李亞龍假官一直在提說不可行 因為他是站在說 我們目前有三個省級 有最高檢 有高檢署 地檢署 那以施改輝的立場 我們的倡議 假官比較老是想要當那個什麼官 我們就是簡化他的省級 就是只有最高檢跟地檢署 或者是最高檢跟高檢把檢檢會掉 那你一二省的案子自己 你今天檢查官一個人 他的案子一定會有難免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團隊檢案 目前有組合的檢查官 你組合的檢查官帶一群人 我們這一群人就是這件案子 我們平常就是一起參與了解 今天如果我這個案子 我有時間我可以自己立 我如果不能立這個案子的話 我這一組的人可以隨時去支援 檢查體系本來就應該是採取團隊檢案 如果是採取團隊檢案的時候 幾案幾例 他那個問題就會不會那麼大 那你加上不要有那個高檢署 像我目前在高院立我的假官 叫做高檢署假官 他沒有倦 他沒有這個倦 你說他怎麼去跟被告辯護人去那邊看 為什麼很多人案子一審有罪 他為什麼敢判不罪 你假官他一萬被你高檢署假官 要處理在意的案子 他壓力很沉重 那再來就是他沒有倦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在於說 我不是在怪罪假官 我意思是在說 我們目前就是我等一下後面 第三個要去講 人力效力的問題 我們你現在想這個案子 如果我是從頭到尾從偵 你現在想要起訴上訴都是我自己去立這個案子 我花了人力 我可能這個案子 我一路立到底我就很清楚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好幾個人在看這個案子 都要從頭看一遍 我上一個 我11月份結一個案子 200多個卷宗 200多個卷宗 各位講你很難理解 高度就是我的兩個人身高 350公分 卷堆積 你說高檢署假官會認真看卷 他即便想認真 他可能就掛掉了 那這個 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這個人起訴的人 他從頭到尾處理這個案子 處理到管 這個為什麼不可惜 那你配合了高檢署廢料 配合了這個 是採取團隊辦案的方式 我覺得他是可惜的 所以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 不是只在談行事訴訟管 必須談那個法院就是 檢署組織法 這些等等要一併去考的問題 那再來是講 效率跟爭議這些事情 我們華人社會 其實好像爭議是最偉大的 然後為了爭議可以 不管往故成本消息 請問一下這個國家哪一個地方沒有在缺錢 你司法有特別偉大嗎 你檢署體系有特別偉大嗎 我國家可以投10% 15%的GMP的行為在你這個部門嗎 不可能 國家有太多的議題 太多的部門要去處理 每一個地方的資源都是必須在有效運用 那我們目前的問題就是 剛剛已經沒有提 我們太多案子進到檢查體系 進到法院體系來 我們一個罵他三字經 欸 眼神來告來告去 可能眼神十個案子 我們法官 假官很多時候在處理這種案子 請問一下 這個雖然說 美國那種很多案子都不給他處理是不對的 可是我們就為了他罵他三字經這句話 講了一點 這個有必要這樣纏頌 然後告來告去衍生 我剛剛講的那幾十件還少了 有的還數百件欸 我曾經在台北地方法案服務的時候 我們有那種提審案件 一年一個被告 一個人名 對他的老婆還有他的太太 他的老婆還有他的小孩 申請提審 每天半夜十二點來跟你提審 那這些案子他一年可以搞個三四十件 同案一個被 同案一個當事人 每天來跟你申請 那法官就要三四十個法官去撿他去管 所以剛剛有人提到 打官是不是都不用成本的啦 其實要適當的收費 那刑事訴訟是這樣一個制度 民事訴訟甚至更應該採強制起訴費 強制律師代理 那可是這件事情 剛剛那個鄭文龍律師說 我們講的都不過白話 可是因為太多東西要講了 我也可以講得很白話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很多東西 我們都沒有去考慮到人力 考慮到這個成本消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要談事後改革 必須從這些整個全盤去談 那剛剛很多的議題 我沒辦法回應 我只是提這三點來跟各位分享 謝謝 不好意思 工作人員一直在提醒 中超市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們 自己下問 真的時間有欠 是的 我要comment他們兩個人 不拉一旦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超過了 因為我們 我大概總結一下 其實我很同意這個陳律師跟林好官講的 不然讓理解好官能夠 大家其實要一起在思考 就是說我們看一個問題 包含剛剛有委員提問 或許不是單從現狀 那個形式出動法的現狀 那當然因為你現狀去思考 現狀的改革 就是你穿著西裝改西裝 當然就會改革 不一定的力量 那我們如果是整套 還是我講說我們的職務法 然後我們的作用法 包含我們的這個 這個 思考 整個三塊一起來看的時候 或許才是一個成全面的改革 那當然我覺得啦 其實包含我們現在 我們是一個網路世代 大家常常在講說這個民主問題 其實以現在的年輕世代來講 公開通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覺得是最方便的 包含說你現在所謂的濫權起訴 濫權是起訴的 當然今天我們如果能夠克服 那個隱私保障問題的話 其實你所有的東西都公開通 也是最好的監督方式 我們有多少的這個鍵盤能熟 他們能夠去搜尋的這個監督方式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就是整個要英雄的這個世代 還是我講的 是把這個職務法跟作用法 整個一並來思考 或許我們下一個階段 真正一個司法改革 很重要的一個整合性的 真的是要整圈性的去觀察 那期待大家這個 一起來進行 一起勉勉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心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超級